又有了吗?昆凌首次公开女儿小周周正面照,结果肚子却抢劲了。网民惊喊,第三胎。 自从昆凌和周杰伦2014年结婚后,诞下一双可爱的儿女,但夫妇让人对孩子们极为保护,几乎不让宝贝正面世人。 虽然多次传出孩子们的正脸照,却是某个角度,而非正真的正脸照。 就日昆凌曝光和女儿小周周的合照,难得让女儿正面面向镜头,且没有用任何贴图遮住脸部,不过有网友注意到她穿着宽松洋装,肚子乍看之下有些肿大,惊呼说,又有了吗? 09日在IG分享和小周周周出游的照片,母女俩穿着同款粉红色洋装,戴着同款墨镜,她低头看着身旁的女儿露出灿烂笑容, 这也是她第一次难得让女儿正面对的镜头,且没有在脸上用贴图遮盖,下半脸有些神似周杰伦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 此外,有眼界网友看坤林穿着宽松洋装,且肚子有些隆起,开玩笑惊呼,难道又有了吗? 对此,她的经纪人回应,她没有怀孕哦,那是衣服的关系,娃娃装。 事实上,日前坤林就曾透露一些儿子Rummel的侧脸,Rummel虽然脸蛋仍胖嘟嘟的,但武官和爸爸周杰伦极为相似,就连撅起嘴巴的样子都如出一辙,让许多人看到兴奋不已。 24岁的坤林虽是年轻妈妈,对孩子的保护却十分成熟,她曾说不让孩子曝光,就是因为,是对小孩的尊重,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自己选择,要不要曝光。 此外,她怕小孩遗传到老公的僵直性脊椎炎,也透露暂不考虑生第三胎,爱护之情表露无疑。